朋友你好 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3月14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先来鸣谢 同时感谢一直以来点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咱们先来看战况 一根据吴总参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发表的简报 尽管损失惨重 俄军仍在莱马巴赫木特阿弗蒂夫卡马林卡和段涅茨克什附近 继续进攻 3月13日全天 国防军部队在这些地区击退了100多次敌人的攻击 乌克兰航空兵对占领者的集中区进行了10次打击 火箭和炮兵部队在一天内袭击了5个 敌方人员的军事和装备集中区 3个弹药库和4座电子战战 同一天 俄军发动了5次导弹袭击 包括对苏美和段涅茨克地区的民用基础设施 有平民死伤 俄军还进行了35次攻击 并用多个火箭炮进行了76次攻击 当地时间今天早上 克兰马托尔斯克市中心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 9座高层建筑和一座幼儿园损坏 目前已知9人死亡 救援工作还在开展中 死亡人数大概率还将进一步增加 今天上午 俄罗斯使用战术飞机对奥德萨州发动导弹袭击 在空袭中苏-24飞机从海上到海岸的方向发射了4枚反雷达导弹 大概是KH-31 据悉 由于有效的反击 4枚导弹全部在海上被拦截 但碎片和冲击波损害了海岸上的一所幼儿园和周围的基础私人房屋 没有人员伤亡 而巴赫木特的战况最近战况尤为激烈 从昨天下午开始 乌军在炮火掩护下 出动装甲车掩护步兵在巴赫木特南县区域向俄军战地发动了一轮反击 成功的摧毁了俄军的防御战地 并消灭了这个区域的部分俄军步兵 俄军加弹了对M03公路两侧的攻势 甚至投入了航空兵进行火力支援 截至目前俄军仍控制着几个火力点 厌苏工业区 俄军说已经突入厂区北部的部分建筑 乌军战报说 首军依靠厂区内的防御攻势击退了俄军多轮的进攻 目前双方仍在厂区北面激烈战斗中 泽连斯基总统在上周日的晚间讲话中说 乌克兰在一周的时间里 仅在巴赫姆特周边地区就设法干掉了1000多名敌军 他说俄罗斯在该市附近蒙受了不可逆转的损失 除了被消灭的还有1500名俄罗斯士兵因伤退出战斗 目前没有看到俄军获得进展的消息 两军还在原来的战线上相互撕扯 战斗激烈程度比上周有所降低 通过像战的画面说明许多战斗正发生在郊区 三、乌军第92机械花旅在卢干斯克前线 集中了俄军一个弹药库 导致弹药焚烧 火势一度减弱后却突然发生了爆炸 估计弹药库里的炮弹经不住火焰的长时间加热 最终发生了燃爆 四、在一枚乌军发射的炸弹爆炸后 一名重伤的俄军士兵无助的躺在乌克兰的土地上 因为大腿受伤 他显然已经无法行走 如果没有获得帮助 他肯定会在孤独中流进最后一滴血 或许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最后几分钟 如果他是为了保驾卫国 牺牲在俄罗斯一侧的土地上 那我们都将对他置以敬意 然而现在还能说什么呢 五、乌总参发布的昨天战果数字是这样 摧毁俄军人员总数16540人 新增740人 正式突破16万 坦克3484辆 新增10辆 装甲车6789辆 新增15辆 火炮2519门 新增16门 根据世界著名调查机构盖洛普发表的最新社会学研究结果 美国人对俄罗斯本已存在的负面看法在过去的一年中愈演愈烈 对俄罗斯联邦持积极态度的美国居民人数从一年前的15%下降到目前的9% 这是自1989年以来所有此类研究的最低值 专家指出 美国人对俄罗斯的看法并不总是负面的 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 随着冷战接近尾声 大国之间的合作有所增加 繁荣和萧条接踵而至 大多数美国人对俄罗斯持积极态度 到2012年之前 这一比例大多保持在50%以上 可以看到 美国人对俄罗斯的正确评价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 急剧下降至24% 对乌克兰 美国人普遍持正面态度 68%的美国居民对乌克兰持积极看法 比一年前上升6个百番点 比2020年高出整整11个百番点 有个有趣的现象 自开战以来 泽连斯基总是对外国政客很苛刻 比如对德国政要 那简直就是横眉冷对 然而乌克兰仍然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外国政要们仍基于各种原因 将原住品源源不断的送到乌克兰 这说明泽连斯基抓住了做工作最正确的方式 也就是积极打动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的心 有些军盟博主和俄小们嘲讽泽连斯基是演员 恐怕演员这亲和力是他们的俄祖 无论如何羡慕也学不来的 作为对比 五福一娃的言论为什么总是起到反效果 因为他们逆道义而行 根本不可能争取到世界上占大多数比例的热爱和平的人们的支持 有朋友问 俄军用匕首高精度导弹摧毁了北约在乌克兰的影子参谋部的消息 是真的还是假的 首先 关于这件事 目前尚未见到有相关方面做出官方解释 西方国家跟俄罗斯不一样 无论打了胜仗还是败仗 政府都要及时披露 让老百姓知道实际情况 没有官方出来回应 有可能此事根本就不存在 其次 我们高度怀疑必说导弹能不能精确摧毁目标 从之前的战场信息来看 俄罗斯对自己导弹武器所吹嘘的 隐身高速高精度等名词大多言过其时 之前我们翻析过并不能隐身的隐身导弹KH-101 而从开战之间 我们记忆中 匕首导弹仅在科纳山科夫的嘴巴里 击中过运载北约援助武器或者是卡车或者是火车 击中过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但从未得到过现场图像的实际证明 这次会有什么不同吗 最后我们反复说过 在乌克兰雇佣军是非法的 因此乌克兰不存在单独作战自成体系的外籍志愿者战士 外国志愿者肯定将被纳入乌军作战体系和普通的乌军一样作战 承受同样的风险案 虽然有多名北约退役老兵作为支援者在乌克兰战亡 但尚未有北约现役军人在乌克兰参战的确逃证据 仗都打了一年了 马里乌尔的大鱼是否存在 那咱们心里应该是血量的 有没有北约现役军人穿着乌军服装打仗 难道还不明白吗 基于这个事实呢 我们认为更不可能在乌克兰存在着所谓的北约顾问 北约指挥官 北约参谋部 那么传说中的匕首导弹还能消灭他们吗 其实啊 这无非就是军盟博主们炮制的另一条马里乌波尔大鱼罢了 回顾一年来的战事 事实证明 军盟博主们对于战争走势的判断完全落空 他们的心里失落的很 难受的很 郁闷的很 所以要不断的编造各种谣言 借以抹黑和污蔑乌克兰 他们不愿意相信莫斯科号竟然是被乌克兰打缠的 他们不愿意接受俄军被从哈尔科夫东部 哈尔松和蒂尼伯和幼岸地区赶走 不愿意相信俄军在战场上死伤惨重 无力再战的事实 更不愿意接受俄军逐步走衰 而乌军争争日上 战争即将以乌军的全面胜利和俄军的全面失败而告终的结局 他们也不愿意相信 他们嘴巴里是俄军战斗民族的俄军 竟然是被他们称为不好的国家的乌克兰击败的现实 非要编造出北约军官指挥北约战士下场的谣言 似乎这样一来他们的俄祖就输得光彩输得伟大输得心服口服了 我们就想问问这帮人 做人何必这么下贱呢 实际上 俄乌之战和古往近来绝大多数场战争一样 决定最终胜负的并非兵力的多少 武器的多寡 技术和战术的先进程度 决定战争胜负走向的核心因素很简单 那就是道义 对于普通士兵而言 当他的身后是被狂轰滥炸的基辅 是残缘断壁的克拉玛托尔斯克 是战友袍泽繁繁牺牲的巴赫莫特 是孩子倒在血泊中的维尼茶 是祖父祖母生于斯养于斯的赫尔松 他们的心中便不可阻挡只剩下了栗战一念 而那些为了荒腔走板的理由 被一群无能之辈送到陌生的 段巴斯黑土地上来的俄罗斯动员兵们 他们的心中空无一物 当生命从他们的躯体里流逝 黑暗降临之前的那几分钟 他们或许会明白 今天所流的血 其实都是早几年军盟播主们 给他们脑子里灌的水 人生如此无可抱怨 衷心希望吴军尽早开始反攻 结束这场战争 我们坚信他们将获得胜利 这既是让乌克兰凤凰涅槃 扬眉吐气的一场胜利 也让这场丑陋的战争 尽快羡慕还我们热爱和平的人们 一个清静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靠同学心情耕耘 咱们明天再会